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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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三年前 特別喜歡 吃 有一天我回家 我經常被我表姐 Auntie Uncle 看我的照片 哇 You know a lot about food 我表姐就說 不如你自己開一個food blog 那其實我就開了一個food blog 給我朋友 在美國 和家庭在美國 可以看到更多 那是怎麼開始了 哦 哦 我沒有做化妝和美容 因為其實我真的 很有興趣對食物 所以就變成這樣 然後就變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 那麼多人會喜歡 看吃東西的東西 我的性格 其實我常常在家 我都喜歡看很多吃東西的照片 還有我喜歡看 烹飪菜式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喜歡food blog 是 是 不如 啊 其實food blog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我去做一個food tasting 其實這個food tasting 是一個很出名很出名的 是pop up的location 他們是做specialized in australian的cuisine 但我很多時間 其實我都沒有了自己的research 但我很好 然後他們有一個湯出來 我吃了一粒兩粒 我就說這個其實肉 其實很奇怪的味道 挺好吃 然後我最後一時間看這個menu 然後我看到其實是crokodile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我平時不會試吃crokodile 其實我food blogging的 都給我很多這些surprises 我先要去餐廳 我要吃東西 其實你知道我做我的model 其實你不可以全部吃完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辛苦 因為我特別喜歡吃東西 我回到家 其實我平時一個blog 差不多兩個小時 撿這些相片 上載這些相片 還有寫稿 我現在已經寫了差不多500個post food blogging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experience 給我其實是很放鬆的 而且我最喜歡就是有人給我feedback 他們說 多謝我試一下這個餐廳 都試過有些人做我寫他們的餐廳 可能沒有那麼好吃 朋友就說 多謝你幫我浪費了一些時間去試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這些 其實food blogging都有很多困難的 花很多時間 因為我在寫英文 我英文OK的 因為我是美國長大的 但香港其實有很多人都是看only中文的 我覺得其實這個限制了一點 我都想想到其他方法可以多些人看 Open rice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人以前不認識我的blog 都是Open rice配投資的 還有什麼的 其實我都想過之前做這些好像filming的東西 Cooking videos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喜歡煮菜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videos 其實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人可以看到你說話 看到你的主信 It's a broader audience 我覺得其實他們第一 就有一個相機 其實我有時候都很難 我就用我的iPhone 然後他們其實可以開始拍的 因為你其實每一次拍都需要練習 其實他們有這個心去做 去寫 其實你都不用寫超好的 真的喜歡做 Just do it It's so fun It's like a super fun hobby You just start 其實都很簡單 你可以做simple template 都不是做一個超大的website 你都可以做instagram 就開始先做instagram 或facebook page 其實很多 其實我很喜歡cooking的 但我不是很厲害 現在都開始煮少許菜 煮少許湯 喜歡做甜品 我覺得baking是最好的 因為我很喜歡甜品 我如果做一些desserts的時間 是很放鬆的 因為你可以自己吃 然後你可以送給其他人 沒有人都很開心 我其實希望將來可以做多些拍電影的東西 因為我小了時間 我就很喜歡拍東西 在美國的時候 就試過少許的電視劇集和電影 但我希望在香港都可以試多些 或者I could be a cooking host or something with food host 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是the dream job 我也希望可以將來做我自己的餐廳 orcafe shop 甜品的店 當然是做 我一定不會跟你們說的 but this is all just 我自己的希望這些東西